另外台中明德高中进修部餐饮科日前举办毕业成果展 在老师和饭店主厨的指导下 学生们是烹煮出中西式和烘焙等各种料理 不但展现三年来所学的厨艺 也宴请师长们分享学习成果 大火快炒西洋情汉新鲜虾仁 再放在盘子上 让人看了忍不住食指大动 在大厨们的指导下 学生们各个努力烹调手中的食材 为的就是将这三年来的所学 变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佳肴 谢谢学校老师的栽培 让我能够在烘焙这个项目 能够一直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这次的成果发展就是会让我们就是 这三年就是所学 然后在这成果展就是全部发挥 让家长看 还有就是让校长跟主任 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这三年学到什么 然后在这个成果展发挥出来给他们看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对做了哪些料理给他们看 你好 欢迎光临 穿上制服努力做好招待服务 每年餐饮科成果展是夜校最隆重盛大的活动之一 今年学生结合中式西式料理和烘焙 设计出各式各样超过30多道的菜肴来宴请市长们 那这次我们也借用这个机会邀请我们同学的家长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相信我们的家长看到这些的小医生的表现一定是最高兴的人 当然我们也想借用这个机会让学面有一种传承学习的一个机会 市长们品尝后都对学生的成果赞不绝口 校方表示 每道菜色都是学生和老师共同讨论出来的心血 也有别于一般的家常菜或是餐饮减定的品项 而家长的肯定就是对学生最好的鼓励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